2019年12月6日星期五 不宇宙知识和真相觉醒之路信息 不原对我们的修行会产生怎样的作用 作者和郁郁 于2019年12月6日 整个浩瀚的宇宙 就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场 同样的 我们物质世界的地球 也是一个大能量场 所以一切都是能量 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形成 都是被这个很大的能量场所牵引 大到星系 行星的运行 小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或关系 都是如此 你是什么样能量频率的人 你自然能跟怎样能量频率的人在一起 就如我们俗话所讲的 不以类聚 当这两个能量频率 越来越相近的时候 彼此之间在这世上的缘分就会因此而产生 这就是为什么能量频率相等或相近的人 才能长久走在一起 因为一个能量频率不相同的人 如果在一起彼此自然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或者很不舒服 比如一个正能量的人 有善根 有善念 有爱心 处处替别人着想 正直诚恳 但是 这对一个负能量的人 自私自利 处处想控制人 利用人 心里面只有利益 彼此怎么受得了对方呢 所以 只有当两种能量频率越接近的时候 自然才会产生了缘分 什么是缘 下人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只要我们对之前经历过的人 事 物 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一种缘分 只要彼此有交集的地方就称之为缘 如果没有缘分 也就不可能会交集在一起 这种缘起 包括缘灭 都称之为缘 试想地球上拥有的人口总数接近77亿 能够将彼此拉在一块的几率多小啊 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不管是善缘也好 恶缘也罢 其实都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一般我们说缘或者缘分 有的人使用因缘 这些词汇都大致上相同 便与使用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是把不同的词汇放在不同的地方时 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作用而已 一旦这个缘分产生之后 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也就是当这个缘起或是缘灭 就会产生记忆 不管是爱恨情仇 悲欢离合 喜怒哀乐等 都会深深地影响到每个人的心理 这才是身为修行人 最难克服的一道客体 所以地球上人世间的宗教 都会规劝世人一定要放下万元 当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一旦产生 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关系 至于是属于何种关系 修看这个因缘的深厚而定 人与人之间的能量频率不同 彼此也不会有那样的缘分走在一起 哪怕是短暂的 或是瞬间的缘分 也都是由这个很大的能量场的能量所牵引着 才会产生缘分 因为有缘分才能让彼此发生关系 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 有了这层关系后再依照后续的缘分 看是往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方向发展 周而复始的循环下去 就这样创造出我们的人生大戏 这就是大宇宙创造生命的奥秘 让生命自己寻找出路 我们人有很多声势 不断地轮回在这个虚空法界 也就是在物质世界的地球上历练 而三维的地球 就是我们小宇宙的一个训练所操练场 换句话说 秀是在地球大气层内所承载的 一致四维世界 秀如同电影楚门世界一样 我们均随着不断的轮回转世 来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努力将自己的角色给演好 不管是演喜剧还是悲剧 是英雄还是枭雄 我们都必须尽自己之所能去诠释 并且要把它给演好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人生大戏的剧本 在业力的影响与缘分的安排之下 谱出我们每个人不同的 多彩多姿的人生乐章 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属于他自己的剧本 所以在这世上 找不到两个具有相同人生的人 向所有各个剧本组合起来 就造就了一部人类的历史舞台剧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缘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只是看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怎样 我们该如何用智慧去展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而已 所谓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这是对我们人来到这世上 最好 最贴切的形容 我们人自出生落地 刚开始就如一张白纸 但是在那张白纸上面 会写满很多各式各样的考题 剧本 而这些考题都需要我们一一去回答 并且需用一辈子才能回答完毕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从出生级开始修行 本身不知道而已 所以修行是终身的事情 来的时候白纸写满考题 回去天的时候肯定希望 我们都能顺利过关领到毕业证书 才不枉费此生这么辛苦来此修行 放下万元 其实就是要我们 放下之前过往所有一切的记忆 也许家人们会觉得这多可惜啊 美好甜蜜的过去 往事只能回味 不管是茶余饭后 还是夜深人静时 都会值得人们回忆 让人会心一笑 为什么要放下呢 因为 那些记忆每天都挂在我们的心上 如何能让自己的心保持清静呢 心静不了 我们就找不到真正的自己 明心见性 找不到真正的自己 秀出不了大智慧 智慧出不来 我们这辈子的修行 是不可能会有大成就的 所以修行为什么要修清静心 道理就在此 目的就是要让修行人做到放下 其实 这些缘不论是善缘还是恶缘 不管我们能不能放下 它都瞬间即逝 我们是不可能留得住的 也就是说 所有一切的缘 所有过往的一切 对于我们人生旅程来说 它就只是一个历练的过程 一种体验的过程而已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些经历 来提升自己 锻炼自己 帮助自己增长智慧 而不是一味的去挂碍 不断的去回味之前这些经历 这样对一个修行人来说 没有多大的利益 只会让自己的内心片刻都得不到安宁 使世人不懂 不断的去回忆过往自己的那些经历 不管是喜悦的还是痛苦的 都时刻挂在自己心上 那我们这颗心时刻都挂碍着这些事情 怎么可能会没有烦恼呢 放下之前 放下之前所有一切记忆 因为那些都是假象 一切都是空 就只是自己的一个经历而已 一个幻影而已 赴金地球上的世人 大多数都存在这样的错误 无法看清这个宇宙的真相 被这个物质世界的假象给迷惑 因此 我们既然选择了修行这条路 来到地球这个人世间 就必须站在不一样的高度 去看所有的问题 只要我们有这种智慧与悟性 就没有必要再去计较是善缘还是恶缘 因为不管是怎样的缘 都是来帮助我们灵性提升的对劲 反而我们需要加强自己的修行 让自己不断地成长 在这个五着恶时当中 任何时刻都能保持镇定自如 即所谓的清静无为 如如不动 不受外界所有事物的影响与干扰 那我们这趟的人生旅程就不会白来了 谢谢阅读 感恩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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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